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 3 2 1 一场演义 一生幸福 欢迎来到云天龙婚宴现场 见证你的待机 我们的口号是 愿意好和相途一波 她叫叶云 是一个安静的女孩 今天她是来参加表姐婚礼的 她是保持着 一场演义 就是 成熟为 成熟为 反映 应该是 建议 登场 您好 我是叶云妈 我是云天龙的本经理 您上次说的那件白衬衫真的出现了 是从国外寄过来的 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 上次你跟我分享的故事 真的非常感人 结果我们做成了稿子 没想到真的有人回忆 历见成山了 在我办公室呢 是从国外寄过来的 那个男孩子还特地跟我分享了 他的爱情故事 真的很感人 我们这期呢 也是做了一期关于爱情的主题活动 到时候呢 希望您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好 叶小姐请 关于那件白色衬衫的故事 叶云对谁都没有说 只是时间长了 她才发现 原来故事里的她 恋爱了 搞ところ 地轱 quint山 蚊子 染发现 蚊姐 蚊姐 我到了 你看 你在哪儿呢 好 我到了 你在哪儿呢 你这个 我看到 我睡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喂 喂 加油 dumped 精彦 不好意思啊 等一下我跟你说 没事没事没事 没关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没事 你走吧 还需要什么帮助吗 没事 没事 再见 干嘛呢 站着发花吃 你才发花吃呢 怎么来那么晚啊 这还不都怪你 你好 你是戴小姐吧 我之前跟您电话联系过的 我是这边云天楼的业会专家 你好 这是我的名片 你好 今天呢 你的婚礼预定 会由我全程为您服务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厅吧 好 那这边请 好 小心谈戏 这个就是我们的巴黎厅 这正好有人结婚什么 对对对 明天有人结婚在布置的 我们就弄个一模样 好看 我们这个厅也有巴黎厅 而且全场都没有出 这样布置起来 它会显得特别的大厅 对 进来也没出责 就没有死减 是吧 那这儿有多少处 好 这边大概可以 三十几处 三十几处 好 那我们酒店还为你们准备了一份 精美的结婚周年礼物 在你们一周年的时候到时候会送上 还有礼物呢 老公你不错 这服务真不错 这服务真不错 宝宝周岁也可以都在你们家摆 你看还有我这表妹 还没结婚呢 她的那个结婚喜宴也可以在你们家摆 这事我能做准的 所以我们这酒期一定要给我们办得好好的 就分红光光提起面面的 这您可以放心 爸爸就行 姐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 对呀 我看了那么多酒店 哎呀 就这家酒店好像也太不适合了 没有 回到自己的地方 那我只会 那我只会 对 要上个人的那种地方 就跟不一样了 这样 对 那你们几个回家 要帮到座座 咱们先进去吧 好了 好了 我以前跳 姐 姐 爸 哎 怎么了 哎 我刚刚看到 前面有人彩排婚礼 彩排婚礼啊 哎 这个好 我们去跟人家取取经 参考参考人家的 嗯 哎 方便吗 对 认识去哪儿彩排 哎 但是小王做事 哎呦 老同学 好久没见了 呦 是你呀 咱们大学民以后多久没见了 哎呦 算了吧 哎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哎 这不兄弟快结婚了吗 今儿再去 哎 钢琴师呢 哎 哎 赶紧去找了呀 马上就开始了 这个故事怎么样 啊 这你了 这你了 快快快 给我们谈一点 美女动听的音乐啊 您好 您好 一定要赶着自身的 恭喜恭喜 谢谢 谢谢 谢谢她的美女 恭喜你啊 谢谢 老妹妹 你好 哎呀 老姑娘 你看台上那个 哎呀 布 真好看啊 哎 那个是真好看啊 对啊 还要看那个花 那么大了 哎 你说我 都白了块 我就白马的块 另外一个 那就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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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我不能 那你就 看对啊 这就是 在这黑心之外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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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这个 看对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希望你能够记得我 我叫叶云 当然记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叫古语 今天晚上 很高兴 能够遇到你 我们 这算是约会吗 当然算 今天晚上的约会 对我来说 非常的重要 你喜欢音乐 音乐是我的梦想 那爱情呢 相信我 爱情 会因为音乐 而更加动人 我留了东西给你 你知道吗 放心吧 我会好好保存的 你等着我 我回家收拾收拾 咱们一起去远方 我等着你 我看你 一个人的时候 叶云总能想起那个叫古语的男孩 想起男孩的微笑 不知他在远方可好 不知他的音乐梦想是否实现了 不知他是否记得那个约定 生活如果像故事一样 那么叶云的生活里 充满了无限的问号 那么是故事 总会有一个结局 有一个答案 然而却是生活 生活有真相吗 生活有答案吗 离开爱情的那几年 叶云似乎变得更加安静了 她时常让表姐拉着 参加各种宴会 但那些人 却无法进入她的心里 因为一段爱情 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叶云的心里 生根 发芽 无法取代 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你看我有病吗 我看像 还病得不清呢你 你说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见着对象 你又不去 天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觉 我说妹妹 你今年多大了呀 年龄有那么重要吗 你废话 你外星来的呀 女人这黄金期就这么几年 再说了你又不懂得保养 你看你这脸 这皮肤黄得像树皮似的 每天就知道穿一身黑的 你出门啊就差再戴副墨镜了 对了 你该不会是还忘不了上次那男子吧 我可告诉你啊 你赶紧给我忘了 你们俩才见过一次面 再说那男子学音乐的 指不定现在在哪儿撒欢呢 就你傻 还认真 那你跟姐夫才见了几次 我跟你姐夫那能一样吗 再说了我们俩那是 我们俩那叫做 我们俩就一个有美颜 一个有金钱 这叫天赐良缘 你懂不懂 我告诉你啊 明天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你认真点啊 过去好好看一下 别像上几次那样应付着 姐我求你了 那都什么人啊 就上次才见我第一面 那男子就开始跟我说什么 什么金融投资啊 然后还说如果我要嫁给他 就把我们俩的爱情经历 写成什么爱情故事 然后做成什么品牌 还有融资上市 这都什么人啊姐 什么人啊生意人 你看这多有头脑啊 这叫有才你知不知道 真实的都不失货 晓月 见了咱们先走吧 姐夫 我姐说了 要把你们的爱情写成什么 一款理财产品 然后融资上市 看你值多少 那你姐可惨了 我啊 现在都跌破发行价了 好了好了别跟她闹了 我们俩先走了啊 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别打电话 认真点好好想想 真实 好了 你好小姐 请问有时候可以帮您吗 没有 看你经常在我们这里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你可以及时跟我讲 真的没有 我只是想过来看看 我们云天楼近期将准备一场 以爱情为主题的故事分享活动 到时候希望您可以来参加 如果您感兴趣 你也可以分享您的爱情故事 请问您是什么工作呢 报社编辑 那太好了 到时候可以请您写一下 关于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 这是我的名片 我再去卖社编辑 我还要去看 我再去看 我再去看 还要去看 不然了 不然我做你 没办法 第一回来 好 有了 是 谢谢啊 白衬衫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还需要什么帮助吗 就这么完啦 我的傻妹妹啊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初吻就这么给糟蹋了 你亲个人也好啊 亲这怎么叫衬衫什么意思啊 你说 她是不是快回来了啊 我说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呀 人家把衣服都给你系回来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人家已经放下了 你呀 就跟姐姐一起去听听那个分享会 我觉得挺好的 分享爱情 你姐夫一会儿还上去分享呢 再说这事还是一开始你跟我们说的呢 我分享什么呀 还是把金河洲跟你跟我姐夫吧 去嘛 没准还能碰到大帅哥呢 不去 人家都开始了 你还去了 你早了 你看你们都是一顿一顿的 我一个人多难看啊 你怎么不去了 那来都来了 就一起去呗 走啊 你们就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 我多尴尬呀 我就跟你说吧 我来呀 主要是想看看你姐夫 他对我有没有变心 你笑什么呀 你有点认真再好好说啊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那你不去啊 那这样吧 你就在等我 我很快就出来 行吗 好 那我们俩进去了 来不及了啊 坐吧 尊敬的各位来宾 尊敬的各位来宾 感谢大家来到云天楼 爱情故事分享会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一场艳遇 一生幸福 承办一个婚礼 见证一段姻缘 倾听一份爱情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分享嘉宾 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 我相信爱情 我的爱情来的时候一点都不折腾 我和我的妻子已经结婚五年 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孩 我非常爱我的太太 所以 我认为的爱情 就是用最平淡的方式 去接纳她 用最细心的状态 去呵护她 感人至深 发自肺腑的激动 我想这位先生的太太 是信徒的 接下来的这位先生 她来自国外 但她却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人 前段时间 我们收到这位先生 从国外游寄过来的一件白色衬衫 收到这件包裹时 我们不知所措 后来得知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 有请这位先生 为我们分享他的爱情故事 掌声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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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żriация 我们一直在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